我们已经失联了12天了 因为我们去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 非洲的南苏丹 这里独立仅仅12年 大部分的人还过着原始的生活 据说在这里生活着一只民族 男人平均人高超过2米 丁卡巨人族 据说南苏丹有巨人族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他就是我在南苏丹请的翻译 也是丁卡族 来 过来看看 我能证明他没有站在台上 而且是平静街 这是第一次 耀阳显得没有那么的高大了 来 我先看看他有多高 他也是丁卡族 但是他不是部落的 他是首都的 他是首都的 我身高1米76 加上鞋 也奔着1米8就去了 1米78了 我的臂展 伸起来啊 高度是2米20 咱们现在看他多高 来 你站直了 来 你到人家肩膀 我看看 我这2米20 他差不多到这个位置 嗯 差不多我的我的一掌是20厘米 他到这儿的差不多应该是2米02左右 啊 跟我们中国的小巨人朱方宇差不多 跟詹姆斯也差不多高啊 我问我问你一下 在你们民族 你算高的吗 没有 有比我高的 有很多吗 有很多 有很多比他高的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就是他是个例啊 但是去之前 你跟我说去了 还挺危险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得请一个保镖 这是我们请的保镖 我们的安全啊 啊 Protect us OK Protect us OK One people I can protect you OK OK 看着就威武雄壮啊 兄弟们 虽然没有他们那个丁塔那么巨人 但是一看这哥们啊 也很靠谱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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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没事 来 你坐前面 你坐前面 现在我们就要一起出发 去寻找巨人族 我们在自驾穿越非洲两万多公里之后 把汽车拖运了 然后从多哥飞到了科特迪瓦 又从科特迪瓦坐了六个小时的飞机 来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这里等待了十个小时 再次乘坐飞机来到了南苏丹的首都 朱巴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由于巨人族并不在首都附近 而是远在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偏僻地区 由于南苏丹建国时间短 很多地区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因此我们只能在白天下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镇 我不要说他在这里有熟络的朋友 先去联络一番 从我们这里到丁卡族部落 需要好几天的路程 一天到不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先住在这 兄弟们你们看看 那有几个人的头部是黄的 诶 沃克 我问你 这些人的头部是黄的是染的吗 不是 不是染的 那为什么他们是黄色的头发呢 因为咱们用牛尿 然后学学咱们头发 用牛尿洗头 对 我真的吗 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吗 我们能去看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哦 来了 兄弟啊 这个兄弟啊 一会儿带我们去 去看那个这边的部落 用牛尿洗头 我们在这里的部落 非常的有特色啊 所以我们决定去这个里边啊 去看一看 找了当地部落的一个一个向导 我们在等了很久 在一个小镇子上 因为部落人一般他们不住在这儿 所以我们不会说他们当地话 必须要找一个向导 能带我们去这个部落才比较安全 我有安保 好 有我们的小巨人无客 再加上当地的一个部落人啊 我们就可以探访当地的原始部落 他们难道真的用牛尿洗头吗 兄弟们啊 新成员加入了 我们先请大家吃个饭啊 看看我们周边的环境啊 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小镇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镇 咱们先一起看一看 我去兄弟们 跟他们走着都很有压力 你看这个 这大哥 Salamualai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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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劲啊 你看 好有劲啊 这大哥好有劲啊 还好高啊 你看啊 这个是真难受的 他就被他污污废了 very strong 这个啊 这大哥 也得两米啊 兄弟们 这大哥也两米 我们那个民族差距有点大啊 中间那个民族 他们那属于是营养不良的 看我后边这个 后边这个大哥 这都是 这都是他们丁卡族的 都是两米以上 嗯 都很高 都是两米以上 我老是觉得 在那个 欧洲啊 特别是在荷兰 我觉得我好像站在那个楼梯下边了 但是在这边呢 我觉得我是掉坑里了 兄弟们 根本就不是站楼梯下边 就掉坑里了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美食 都有什么 来看看 哦 这是鱼 鱼 啊 哦 这肉不都 这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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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牛 山羊 山羊肉 哦 好 好 哇塞 兄弟们 这巨人族都这么好爽的吗 兄弟们 拿这盘子窝到天 我以为是晾衣服的呢 兄弟们 这好多跟囊一样的 鱼 好这么大的鱼啊 好豆腐啊 这是满汉全席 你这是 哈哈哈哈 没事 那不是 有一半 这 人家洗了一半 除了长得高以外啊 人家这个 也很尊重别人 他们这个头发 你看他们的头是黄色的 注意看啊 他们的黄色的 据说是拿牛尿洗的 洗的头洗黄了的啊 不知道是真是假 还得顺便喝一口啊 刚刚他们洗手 他们就是这个柠檬洗 用柠檬洗手 洗点柠檬 对 也是非常干净啊 杀菌 我感觉我这个手 我感觉我这个手跟人家一比 简直就是一个小宝宝手 小宝宝手 老站起来 你看你是瘦了吗 还非要老站起来 跟这个身高超过两米的小巨人们一起吃饭 到底是什么感受 你看他们这是羊 这是羊肉 这是羊肉 鸡蛋 不不不不 这个 不是 哦 就这么吃 吃这个能长个儿吗 吃这个 哈哈哈哈 尝尝他这个 这个你看这羊鸡 看怎么样 花生 我那个花生酱 用那吗 给了吗 嗯 好吃吗 你都给了吗 味道不错 他们就吃羊鸡 花生酱 能长这么高吗 嗯 吃这块 那问题是 你们吃这个就能长这么高吗 对啊 那我赶紧多吃点 嗯 别看他们这边啊 又高又壮 两米多高 但是他们对女人还真的特别温柔啊 还专门把鱼刺给剥离出来了 给鱼 还还给纳兰吃呢 哇 姐姐叫什么 铁汉柔筋 巧克力啊 巧克力啊 巧克力 但是说阿拉伯宇 嗯 兄弟妈啊 壮汉们果然能吃啊 这加菜要加好几遍 哎 看这个啊 这张地也不知道什么肉 这个肉我一吃又不是羊肉 不知道什么肉 因为我没吃过的一种 可能是羊羊肉 还不能 不 看毛包的皮肌 单面烤囊啊 在这吃饭只能用右手啊 哪里占点这个 我给你了 哇 他好像知道哪块最好吃 他知道他把他把鱼子这块给你寄过来吧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他没有 鱼汉柔情兄弟们啊 太好吃了 最好地方就给纳兰吃 这真的好嫩 而且他选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是最好 没有次 大哥又给纳兰加菜吧 对你真好啊 别别别太过分啊 没事 我打不过他 哈哈哈 说完了啊 我们现在去结账 看多少钱 OK Let's go 哦 哈哈哈 别别别站起来了 你们先走 我就是我就说坐着就完了 是不是 坐着一样高 来 老师你看看 有没有意思都不能同框了 兄弟们有没有这样 别笑话要人买啊 穿着鞋也可将近一米八了 您两米几啊 别人家懂钱 他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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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你想想这不懂 你俩差不多高 这都什么这都什么人啊 这都 吃顿饭兄弟们啊 这么多钱 一万七 你看他数一下 一万七大概是十八美金吧 十八美金左右 差不多 很便宜 一百来过钱 五个人 两个巨 小巨人一起吃饭 你们觉得便宜吗 看到他们了以后 我就觉得啊 离这个巨人部落 就越来越近了 他告诉我 还得再开两天 酒足饭饱之后 当地的朋友说 我请他吃了饭 他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十里八村的有钱人 周末都会来这里消遣 好热情 特别热情啊 都在河边坐着 好像是 是在放松啊 度假的一种方式 过头五的 你 你要自家入吗 全是女人 你愿不见 你喜欢中国人 他喜欢中国人 你教他一直说完 我教你一直说完 我教你一直说完 teach Chinese 你好 我 我的定卡和前 他定卡族的啊 哦 他是高院 定卡族的 啊 president is from my side 哦 我教你一直说完 前提树是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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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保镖们包围了啊 四五个保镖都围着我们啊 刚刚这个树长得跟瀑布一样啊 哇这个树有点奇怪 里边有做饭的兄弟们 太牛了 树都长得跟瀑布一样 这个小巨人无客在这儿真的挺受欢迎的 你看旁边那女的啊 虽然穿了一个小坡跟 哇你这个一米八五 你看看 穿了粉衣服这个女孩 都很漂亮啊 主要是我就不太习惯一个女孩跟我说 哈老师说嗨 她一个也是丁卡族的 我的天 兄弟们你们看啊 这里就是现代与原始的文明结合树啊 这属于一个走廊 越往前走 就越进入了这个古老的文明 哎 但是你过来看看这个 在进入这个尼罗河流之前 你们看他这多漂亮 好原始 你看这个树 要让你看他们这树都有特色 然后树根底下 有坐在这乘凉的 有坐在那里唱听音乐的 你们听见刚才这音乐 这里还有乐队啊 这个乐队都是从首都来的 这些人也都是从首都来的 大概开车三个半小时 就能抵达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镇 因为这是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 他们就弄几个椅子很普通的弄几个椅子 完了吃点什么千年炸鱼 在这儿啊 一坐一享受 是周末嘛 所以大家上边渡过周末也不远 是吧 你看这些孩子干嘛呢 他们在河里打水呢 在游游啊 他们平时喝的都是尼罗河的水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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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们在打水 他们在打水呢 哦 哦 由于距离和时间的原因 今天晚上我们就决定住在这个小镇上了 当地大哥说 明天一早就带我们去看看那个 用牛尿洗头的补路 兄弟们啊 我们在小镇找了一个酒店 这是施里巴村唯一的一个酒店 你们看看这环境 very nic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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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儿想住这酒店 还得先得拜码头啊 不是随便能住 但是很安全 是不是带着电网啊 非常安全 环境挺好的呀 很原始 环境不错呀 去那么看看这个啊 这是他们的图房啊 哇塞 今天晚上肯定盖了帽啊 都是纯原始的状态 啊 一个一个一个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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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啊 你们想象不到啊 这么好的环境啊 这里只要六美金一天 相信今天一定又是个美妙的夜晚 明天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